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全球受奥米克戎、Dilta等COVID-19变种病毒夹击 疫情严峻,未知何时见曙光 阿南德最近有新语言 他表示,未来20年,人类将会面临非常多的困难 又预测恐会爆发另一危机 及食品安全问题会彻底改变人类 甚至可以摧毁人类和其他动物基因 人类需要反思现在的生活环境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阿南德是如何说的 阿南德2月8日在个人油管频道Conscience提及 古印度的经典经文Shopashit来提醒世人 反思现在的生活环境 包括食品问题及农业问题 阿南德说,现代人买到的食品有99% 大多数都是不利于健康的 无论人们如何努力 得到的始终都不是纯净的食物 因此,食物的来源及安全是最重要的问题 阿南德指出,食物对于人们来说 比昂贵的珠宝、钻石还要来得重要 因为当一个人出现饥饿时 能救他一命的一定是食物 健康的食物可以保证一个人的健康 但金钱无法保证让人不生病 呼吁现代人要看得长远一点 阿南德说,大家只知道在超市可以买到食物 但在食品背后的生产链 却藏着商人的阴谋及金钱欲望 制造过程中可能会改变食物的基因 阿南德表示,购买食材 别再只注意是否干净又无过期 要多留意食品的本质是否安全无余 是否含有有害成分 若忽略问题的根本 一定会成为人们健康的最大杀手 甚至彻底改变人类的遗传基因 阿南德预测,在未来的20年 人们会活得相当困难 特别是在食品安全问题上 若人们不再做出改变 将会受到极大的惩罚 关于疫情方面 阿南德之前曾表示 2021年12月第二周开始 会看到更大浪潮 疫情快速发展 不久将来还可能会出现几波疫情 对欧洲、美国等地区影响深远 封城等措施也会出现 阿南德还强调 全世界正在经历血月 卡拉萨帕瑜伽现象 以及八星连珠天文异象 也就是金星、地球、木星、火星、土星 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等连在一起 疫情将会持续延烧 至于目前引起全球忧虑的Omicron 阿南德却认为 是疫情大流行结束的开始 他形容 Omicron是用来医治未来COVID-19的苦药 并预言 疫情将在大约一年多后 即2023年5月之后结束 阿南德在过去也曾指出 2022全世界将遇上七大危机 包括疫情再度爆发 经济震荡 极端天气等 并警告大家 三四月后将会有一波新动荡 会有突发事件发生 我们来看一下阿南德之前所说的 2022疫情将再度爆发 这个预测目前看来也在应验中 近日 中国广西壮竹四肢区百色市疫情严峻 六天时间突破200病例 广西紧急调动大批医护支援百色 官方紧急通知学校延期开学 广西百色市严格执行中共的 动态清零政策 自2月7日零时起 百色市全员居家隔离 学校和各类培训机构全停 公交停运 除保共用的超市 医院等场所 其他经营场所一律停业 一提到中共的清零政策 我们顺便也给大家聊下 这个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的防疫黑幕 近日 网络上流出哈佛学者黄万胜的 一个谈话录音 其中提及中共搞清零防疫背后 涉及中共高官白手套和家属敛财的黑幕 某集团仅靠核酸检测一项 就赚取了6700亿人民币 现年72岁的黄万胜 现任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员 从事思想史比较研究等 研究领域包括哲学 政治学 社会学 他自1997年开始在哈佛大学 做新儒家学者杜维明教授的高级入手 他同时也兼任包括清华大学在内 多所国内大学的做客教授 黄万胜在录音中透露 中共副总理刘鹤插手防疫 让科技部设立一个科技防疫项目 2020年7月 中共高辞花17万元 为黄万胜购买单程机票 紧急召他回国 捉导这一项目 黄万胜在录音里说 当局目前采取的防疫政策 其一大动机是为了捞取巨大的利润 比如某集团仅靠核酸检测一项 就赚取了6700亿人民币 黄万胜说 我们这些领导的白手套和家属们 染指核酸的试剂 导致只要有一个两个病例 就会把整个区域全民去做核酸检测 他要的只是核酸的采购量 只有采购量才有利润 黄万胜说 西方国家发现 奥米克戎变种病毒虽然传播性强 但只感染上呼吸道 后果比较轻微 正是一个实现群体自然免疫的机会 因此在逐渐的开放社会 但中共做法却与此相反 黄万胜说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在用中共这种方式进行免疫 这种免疫实际上是在给利集团输送利益 包括现在这个打疫苗 强行打疫苗 三针四针都要去打 都是跟后面的利集团有关系 黄万胜的这个录音早在2月2日左右 就在社交网络传开 我们会把它的录音放在节目的最后 大家有兴趣可以听一下 听完录音 也许你才恍然大悟 你要中共解决公共问题 哪怕是粮食危机 缺电的危机等等 它就要拿好处 根本不能为人民服务 反而是在掠夺老百姓 中共用全力去逼大家检测 检测就要使用试剂 试剂的采购就是一个庞大的生意 权贵阶级自己组建了公司 财团来接这个生意 最后 这个利益就流到了权贵阶级的口袋 黄文胜还在谈话录音中点评 中国的防疫有三怕 第一怕就是中国老百姓怕死 第二怕就是中国做官的怕丢屋纱帽 第三怕就是中国的专家不敢承担责任 就这三怕把中国的疫情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黄文胜指出 美国有上千万人感染 但为何没发生公共卫生危机呢 是因为美国有健全的底层医疗体系 一个病人只需要通过家庭医生 就可以把整个医疗做了 而中国的医疗体系则是系统性的崩溃 黄文胜还提到 中国的有钱人对地方医院都没有信心 就跑到最好的医院去 结果301医院 还有北京的很多医院负担很重 因为大家都往那边急 黄文胜在录音中还说 权力的高度集中 所导致的医疗高度集中 我们的全部问题来源于我们的权力机制 这对老百姓的存在就构成了很大的灾难 好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给大家放上黄文胜的录音 上呼吸道 主要集中在气管 所以美国跟欧洲 特别是英国 弄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整个放开完全不去管这个事情 结果他就真正完成了一个自然免疫 你知道最近这一段时间 关于疫苗的病理的毒副作用成为国际医学界最重要的课题了 现在在查这个疫苗 那么严重的副作用 怎么会被批诊使用 那跟中国有关 跟美国也有关 那日本不是准备起诉那个 起诉那个辉瑞 违法人类罪 现在就是疫苗的那个问题弄得非常严重 那么这次这个Omicron出来了以后呢 正好给了一个自然免疫的机会 就是他不用人工去合成和生产一个疫苗 他自己是一个自然免疫机制 所以美国跟英国包括欧盟法国这些国家 现在宣布到三月底疫情可以结束 就是因为我们自然免疫机制建立起来 就让大家都感染大规模感染 感染完了以后反正没有什么很严重的事 他这次那个从病理学上来说非常特殊 就人类很难得会有这样的机会 就这个病毒的基因机制是肺炎的 但是他没有肺炎的后果 因为你真不敢用Delta这些东西去搞自然免疫 因为那个杀伤力太大了 那死亡率还是比较高的 这个反正上呼吸道不往下走 那个不往下走 可是他的整个毒性机制是肺炎的 所以他可以对肺炎起免疫的作用 这个是老天爷给的一个罕见的机会 非常难得的机会 那你现在科技部这些事他搞懂了没有 科技部现在最大的问题 德华他们都在 你们了解的情况比我不了解 现在最严重的问题 是核酸的四剂 跟疫苗的开发 已经成了跟权力直接相关的利益集团 我们这些领导的手套和家属们 染指这个核酸的四剂 上下其手 导致只要有一个两个病例 就会把整个区域全民去做核酸检测 他要的是核酸的采购量 只有采购量才有利润 我前天得到的数字 是这个狗屁的集团 仅仅通过核酸这一项就赚了六千七百亿 你想想看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用这种方式在进行免疫 这种免疫实际上是给利益集团输送利益 包括现在这个疫苗 强行的要去打疫苗 三针四针都要去打 都是跟后面的利益集团有关系 这问题大 变成政治问题 看完黄文胜惊人的防疫内幕爆料 不知您有何感想呢 好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